今天的數據82比昨天160 看起來下降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我們裡面還有很多隱藏在裡面的 確診個案沒找到 其實我還是要在這裡 很憂心忡忡的提醒我們的市民朋友 今天的數據82比昨天160 看起來下降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我們裡面還有很多隱藏在裡面的 確診個案沒找到 所以這種數據 大家不要看到這個數據 認為新北市的疫情就是在降下來 我們隨時要準備好 要有最快的趴勢 我們如果沒有準備好 稍微不小心就馬上 就會再有一個破崩上來 所以我們大家要記得 我們還要更緊張的 還要更認真的 我們才有機會把這個疫情控制合適 維持把篩展站不斷地扣瘡量能 不斷地去做廣篩 也就是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廣篩的方式 把我們的確診沒有發現的個案找出來 能夠讓新北市的疫情 不要再有傳播鏈不斷地扣大 這也是我們不斷地去做快篩的最主要的目的 為了